张子怡在嘎那有多风光 汪峰就被骂得有多惨 我看不懂 就怎么就可能又官宣起来 就没离多久 老王你是被绑架了吗 被官宣 原来离婚后的张子怡 在火力全开猛拼事业时 汪峰这边也是没闲着 年过50 依旧秉持着自己的浪子形象 离婚没多久就高调官宣 小自己19岁的新女友 因为无缝衔接得过于丝滑 一众网友开始怀疑 汪峰是不是婚内出轨 只因汪峰的感情经历 实在丰富 不论是美女主持 17岁超模还是国际巨星 通通都出现在汪峰的 前女友名单中 三个女儿三个妈 还曾让女神张子怡 甘心在家带娃 甚至背上了摇滚叛徒的骂名 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一下 汪峰传奇的前半生 1971年 汪峰出生于北京丰台区 因为父母都是文艺工作者 汪峰从小就展露出音乐天赋 全家人更是勒紧裤腰带 来培养汪峰 好在汪峰不负众望 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 毕业被分配到国家顶级的 中央芭蕾舞团 担任小提琴手 可谓是前途无量 可天心爱自由的汪峰 却选择放弃铁饭碗 把发小好友拉过来 组成了一个摇滚乐队 乐队的名字就是 报家街43号 父亲知道后 气得向他赶出家门 于是汪峰就开始了 艰难的创作生涯 甚至穷到冬天 窝在冰冷的屋子里 靠吃泡面为生 因为我觉得最最可怕的 不是没有钱 最最可怕的是 你没有钱的同时 你在舞台上 同时你有很多人喜欢你 当时的汪峰 为乐队写了很多歌曲 也收获了一众歌迷 可入不敷出的惨状 让乐队处于 随时崩盘的状态 就在最困难时 华纳公司的徐晓峰 掏出了橄榄枝 当时在1999年底 华纳唱片公司 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合约 但是他们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只签舞 一时间 汪峰在兄弟情谊和事业之间 陷入两难 最终 他选择了后者 于是报家接43号就地解散 自此 汪峰担上了背叛兄弟的骂名 觉得有可能 那个时候 我会觉得我 为了 哥们一起 我当时并不知道 我做的选择 真的是不是完全正确 哥们们听完了呢 都没话了 都没话了 好在华纳公司 并没有给汪峰画大饼 签约之后的汪峰一路开挂 凭借专辑花火站稳脚跟 之后以一年一张专辑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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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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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